法人表示新复发旗下的热龙建设 今年只有一小笔14亿元的小岸部分交污入账 因此预估今年EPS可能会维持1块钱左右 不过明年开始热龙就会进入入账高峰期 预估明年将会有50亿元以上的营收贡献 因此法人看好热龙明年EPS有机会可以上看5块钱